张一新从韩国返回大陆展开个人活动后 人气大飙升 不过人红事非多 日前他遭诅咒提出高速 5日北京海淀法院终于公布张一新提告杨某申诉 但是最后他却没向被告拿任何一分赔偿金 背后原因溢出实在是太暖心了 根据法院公布的审判内容来看 被告杨某在个人微博上散布毁谤 敌属咒骂的内容 使张一新的社会评价遭受严重损害 但因被告毁亦十足 最终判定要给张一新5万元的赔偿金 不过我们小绵羊在得知被告的父亲 神患疾病家中经济也相当困难后 决定不向被告嘴讨求偿 这个举动让我们又觉得张一新 真的是一位人平衡善良的艺人 实力全粉啊 北方云乐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